近日,有网友爆料,由肖战和杨子主演的都市情感剧《余生请多指教》定当8月8日上线,引来了不少网友的围观。 该剧是很治愈的一部温情剧,讲述了音乐系大三学生林之校因父亲生病住院,与父亲的主导医生故未邂逅并相爱的故事。 这部剧早在219年就杀青了,原本上一年暑假就要上线的,但因为男主肖战遭遇了227舆论风波,影视歌宗多领域被抵制,所以就搁置了。 虽然是积压剧,但是热度呼声不减,肖战和杨子依然是当红顶流,预告片的网播量已经破三亿了,妥妥的爆款大作。 在某平台上,该剧也已经标注上线时间是8月8日,所以上线的可能性很高。 杨子是童星出道,已经有近20年的演戏经验,台词功底强,演技好,对角色拿捏恰到好处,演什么都很有感染力,很受剧迷喜爱。 肖战今年凭借古装剧《奏罗大陆》回归大众视野,还获得了国民品牌李宁的支持,成为其大演员,已经完全走出负面的影响,回归巅峰。 而他不仅人气高,演技也很好,在巅峰时期,还一头扎进了舞台话剧《如梦之梦》,台词功底,演技提升都很明显。 不过,余生选择在暑假档上线,还与同是都市情感剧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和《理想之城》壮党,竞争激烈,收拾不容乐观。 《你是我的荣耀》已经上线了,由杨阳和迪丽热巴主演的电竞甜宠剧,是根据顾曼的铜饼小说改编的,讲述了人气女星乔晶晶在游戏中与曾经的高中同学于途意外重逢。 一起追求梦想的励志青春故事,该剧剧情甜蜜感人,口碑收视齐飞,上线一周,网播量已经突破九亿,妥妥的爆款大作,两大主角杨阳和热巴的号召力,部署肖战和杨子,又都是高颜值明星,吸引的都是年轻的观众,构成直接竞争。 影响之城是由孙力和赵又廷主演的建筑师行业情感剧,孙力是大满贯时候,演技好,她对剧本,角色的要求很高,还会深入去体验所演的角色,所以很能引发共鸣,由孙力出品避暑精品的美誉,当之无愧的收视女王。 赵又廷的人气不及肖战和洋洋,但是演技很好,在奇幻念新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饰演的太子叶华就很受欢迎,这次跟孙力合作很被看好。 据悉,这部剧将会在八月九日上新播放,也将会分掉一大部分的收视。 总体来看,你是我的荣耀,先开播取得先机,理想之城质量有保障,而余生互生高,各有优势,最终谁能够霸占收视榜首,还得看上现后观众的反馈了。 对于这三部剧,你看好哪一部呢? 谢谢大家